2019厦门国际贸易洽谈会 继思路投资大会将于9月8号在下开幕 大会组委会今天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 组委会介绍塞尔维亚 俄罗斯 日本 澳大利亚等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确定参展 截至目前 确定参会客商团组超过600个 参展企业超过1500家 大会前期对接工作已全面启动 预计会前将撮合2万多个批次的对接洽谈 会中将有3万多个批次对接洽谈 据了解 大会展览展示突出思路主题 展览面积将达13万平方米 由投资主题馆 产业招商馆和思路贸易馆组成 在相关专业展区设立数字思路 绿色思路 思路茶道等主题展示区 论坛研讨方面 大会期间将举办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专场对接交流会 同时策划举办2019思路投资大会等活动 据了解 本届下架会首次举办 思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论坛以共商港行合作 共建思路通道 共享经贸繁荣为主题 围绕思路海运发展的关键环节 聚焦港口航运 口岸通关便利化 海铁联运 智慧物流等议题 助力思路海运建设 厦门卫视记者北京报道 旧万有领地的港口航运 昨天周年 一位 军事